日前政府发布了国家级警报 其中东大门夜市被列为全台湾是一个危险地点之一 警讯过后呢 东大门变得空空荡荡的 人潮减少了很多 由于食材没有办法放太久 为了节省开销 店家是叫苦连天 有的干脆就不开店了 夜市摊商纷纷出面喊话 希望政府可以给予纾困补助 来度过这次难关 根据东大门管理委员会表示 在假日之后平均一晚有破万人 而现在每天之后100人 再加上各摊商都有餐营业 东西坏掉都会卖不掉 而灌门停歇还不会赔钱 有的几乎没有收入 人炒就没有钱炒 加上14号开始 人数开始总量管制 摊房快要撑不下去了 希望政府能够拟定营业措施 将近都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停止营业 因为一般做饮食类的食材 没有生意都要丢掉浪费 还要员工的薪水 负担不起 干脆就顺势休息 我一会有提出来 就是说租金的部分是不是给它减免 那每天的摊商的那个营业额 大概都是150块300块这样不等 最多500块这样子 我们的餐营 类似的福利 以及的那个纾困的方式 那也是不是比照 企业一样的一个补助的优惠 目前是 幸福还没有研溢 我希望幸福部分也可以调降租金 让摊商比较有感 而幸福光处标是摊商租金一个月2000元 而减免政策需求部分还在评估 还要配合中央的政策 14号开始就要进行人数总量管制 记得中的欢迎收看